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其实有谈到刘松啊 刚好也是安排得比较巧 金龙打完 正好啊 我们再来看看刘松 也是机会台 看一下两位的职业的斯诺克球手在中十八球上的表现 此前好像叫做阿布拉江啊 也是一位新疆的选手 包括昨天逆转胜刘新的那位 哈若克 越来越多的其他的台球分支的职业选手 可能也包括爱好者啊 参与到中十八球的运动中来 来看看这一局的球局 刘松这位球手啊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打斯诺克也是时间比较长了 然后他个人在处理球上的细腻度上 大家看起来会稍微再多一点 比刚才啊 就是我们感觉起来看 他进攻非常犀利 大刀阔斧的这种金龙的这种打法 来说 刘松在思考上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他的一些思路 怎么处理球 衔接球上的一些处理 那球风可能是更传统一点 儒雅一点 对 可能是太厚了吧 才出现这样的效果 不管是要叫漆还是上面都是 然后跟这个怎么说呀 这个球台的一个熟悉程度上还是有关系的 看一下白球位置 会不会出来露出一号 应该还是有两颗滑的 两颗单色球可以去选 这个球如果能走的再多一点 尽量走的直一点就更好 手架也不太舒服 首先这个白球是一个厚厚厮诺啊 需要太高杆位 前手架太高 准度上出问题了 让张成来机会了 看一下张成接下来怎么处理 这个球要是好传的话 我感觉先传会比较好传 好像不是特别好传 不是传好传 不是传好传 不是传脚 先把挡住黑巴带口的这个滑车球打进 然后上下来处理其他的几颗 编裤的那个滑车球找机会可以先处理一下 因为才 马上失误了 中央这几个滑车球有机会去处理 很好衔接 编裤那个先处理 不过运你还不错啊 刘松情商一般死了 再找一个比较合适方便解的线路啊 连后还是从底裤啊 从我们屏幕右边的这个路边再去解 解的比较正啊 解的比较正啊 在中央呢 这几个滑车球啊 坚定性的给它处理开一颗 其他的就好打了 这颗球可以顺势的去K一下 库边的这个滑车球或者去叫位都可以 你带啊 然后9号球右边中带 然后剩下一个滑车球底带 然后再挡黑八 推的还稍微有点大啊 如果说能小一点最好的 没问题 放手底带 第一局张承胜 比分1-0 啊 从第一盘球啊 对啊 我感觉张承这位球手啊 在场上的控制能力还是可以的 嗯 没表现出来就是说对这种知名的 这种诺克的国手的这种 第二局给自己的压力有多大啊 它化解的还是比较好 嗯 本身自己在中巴上的这个实力啊 这水平还是可以的 有实力就会有自信 嗯 然后再加上 嗯 比较丰富的比赛经验啊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啊 章程啊 与刘宗 大球啊 有球下 我局面来说呢 不是很好 单侧球啊 这边 有两颗啊 靠近户边 然后中间 附近还有一些衔接 就是很具体 首先要定色啊 定色上啊 花色球呢 边扣上也是有两颗 整个单侧6号 从瞬势的低竿去K啊 边扣的这两颗单侧球 配夺一颗啊 中带可以打 打完之后 瞬势啊 剩下一颗单侧球的边扣2号 可以直接打底带 啊 有在瞄这个白球的位置 不过在用2叫下 剩下这三颗单侧球的时候 就不能把他拿到 就需要小心了 看一下刘松架干的努力怎么样 这颗球确实也有难度 有难度 本身手架输入之间去打 其实难度也比较大 机会又回到了张成手里 总共还是不错的 打进啊配一下左边的两个花头球 效果呢 半啊不是很好 应该有可能会选择一个防守 看一下白球放到哪里 13球中弹 半中弹啊 继续进攻 然后白球 从球台上往发力 再下来 黑八右边那个花色球要是影响了 黑八下边这个五号球的中带的线路啊 啊 这杆球 也还不算太危险啊 刘松也不太好打 关键看这个啊 刘松用二号去调啊 只调黑八下面这个单车球 左下要底带呢 还是去调三号球 左边底带 看一下他去调一下 他直接去调黑 直接去调黑 直接去调黑 一号球 右边中带 不知道没有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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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杆球其实再多拉一点也是可以 这样的话 现在 低竿高竿啊 看一下 刘松怎么选择 打三号球底带 高竿推过来 去配还是走位 配走位 哎 嗯 黄一中带啊 有没有 他这样打 应该是有下了 嗯 不在看啊 他可能是担心一号下球点 没了 多走 多走了一些有挡住的啊 看看加点赛能不能过呢 但是这球靠库边 靠库边啊 这种赛不好加 好像有 有抬高竿位啊 稍微 放跪 嗯 放跪了 这种高竿赛基本上出不了糊 一出竿就直接往赛的那边拐了 关键是15号离他的距离太近了 所以说 而且你一号球离15号也不远 你一抬高竿位 另一些扎竿的时候 他还没有避过呢 就产生效果了 嗯 这样的话 张成库边的15号球也出来了 然后看一下他怎么样去选择自由球的第一个球 选择自律上啊 选择好了 这根青柴问题还是不大的 这样的话 应该是继续再一个充弹 充弹完了 皮带 皮带 然后充弹 最后党会拔 这一杆很关键啊 这一杆很关键啊 这一杆就要剩下的另外一颗发车球 要叫的舒服一点 推多了 嗯 好像单下应该是没有下了 嗯 嗯 防一个 1要求抵弹 放给 嗯 他这种球解不到呢 基本上就是说 嗯 一个是他们本身打次动客嘛 啊 球的大小和重量呢 直径都不同 再一个就是对球台啊 还不够熟悉 嗯 正常如果说让他们 这些打次动客球手来说 解次动客上 这种一库解 嗯 解不到情况下是很少 是的 而且那个角度还是 基本上是直来直去的那种 包球中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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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呢 据我前天看到吧 包含了市井赛和咱们的中十八球国际大师赛 你有去用过这软件去看是吗 不是我只是看到了 我是一个铁铁的PC的 我是不用移动客户端的 您可用台式机显示器看或者是电视看 我也不会用小手机去看 因为你选他开球时机了 因为你选择你或他好像出现了开球时机了吧 没有三个球过线 双方也是在跟裁判去讨论 有几个球过线 有几个球进球 我问了一下那个记录裁判 然后 当时裁判还是很清楚的看到了这种试机啊 下一个 对 重开球 选择了重新开球了 这个时候应该就是刘松开了 刘松可以选双方继续击打双方重开 在这一种之间选择 昨天就有一次开球时机 当时是有一个球马上就要过线了 结果被已经过线又回来的一个球撞回来了 裁判就很准确的看到了 并且也当时就做出了判罚 然后为了确认好像是有人提出来可能是三个球过线 回来导播间进行了一个确认 真的是这样 三局 刘松开球 这一局虽然是这么变成了刘松开球 但到下一局还是刘松开球 还是刘松开球 因为这一局本来是对手开球的 但是对手是伟利了 对 这是一个相当于犯规之后的出法 这一杆开完球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尤其在选择花刀球进攻上 应该是比较方便的 首先先打一颗底带 定一下颜色 底带打进 底竿拉的是不是有点小 好 右边上 右边上边底带的这个花刀球 应该是不太好挡 继续选择进攻中带 还是继续递竿拉回 好的 走到了14号中带 如果黑八两个中带都有下的话 其实最后较11的这个角度可以宽裕很多 是的 是11还是15 下边的话是15 对 对 打15 留下最后一个较黑八 12 这两杆的较位稍微的 其实范围很大 对 就是 能叫到 但是对于刘松来讲 像现在这样的位置就不算好位置了 我看一下它应该是打进 打进低竿还是高竿 去叫黑八 看了一下左边中带有下的话 就绕大脚 正常来说可以选择叫黑八底带 打进自然高竿去推 灯杆 发地两裤 过来啊 力度 够下 八二球底带 这种球 永哥觉得 就这样将将弹两裤 叫右下角比较容易 他个人可能想打黑八 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力度打出来 应该是会叫黑八左边的底带 但是 他这杆效果跟他自己讲 可能还是有点出路 你看看黑八 哎呀被救了 这真是 你的意思 我力也没有错 应该是有可能会想到黑八借三号力 进底带 不是 如果没有三号 可能这会进嘛 就输掉这一局了 对啊 我们回到刚才那话题啊 就是 我的想法是刚才它叫 如果六号真的不打的话 叫左边中带 会比较右下角的底带更容易 当然了 可能不同的 不同的本职工作的 就是不同的专业啊 专业分支的选手 可能习惯还是不一样 那也就往上了 那也就往上了 当成这一根啊 打完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有机会去顺利完成擎台 还是有些干法用的太高了啊 这样的话要拼一个远台的准度 没问题啊 打劲啊 第一个横弹衣裤啊 然后叫到了冲带 这个球选择上 就看它是 怎么去打了啊 可以K 可以叫翻带 也可以叫底带 选择K球 诶 这种线路应该是连K在叫 二就底带 对 连K在叫 这样的话是直接往底带 诶 它有过来看 会选择翻带吗 翻带也好 或者是那个八号的 从刚才那个顶部镜头来看啊 靠顶部那一边 靠顶部那一边 是比较安全的 直接打啊 打后了 最后还是选择平进攻了 第三局刘松兽 比分1比2 不过这个是真是不好掌握 不同的薄厚 对 力度 那个球 新与不新啊 还有台泥能多滑 台泥不滑的话 剩下的赛就少嘛 但一个关键 平时就像这些球手在球台 在自己俱乐部里练球的球台 是没有配备上这么好的台泥 或者说这么新的一些效果 他觉得可能在这一段距离上 赛就要损失不少了 第四语 张成开球 这盘开球啊 张成选择的是 白球棒的球台中央 然后大力去冲 通过前三盘的这样一开球选择 大家也是在找一个最合适 最舒服的一个位置去开球 首先就是下球率 哪一种下球率给我感觉比较合适 而且很高 那我就放到某一侧 或者中间 翘翘中单 是不是借一下腾出自己的六号呢 对 会不会借一下十号力 有去想啊 应该是 但是 刚好没有接到 应该是再厚一点 像张成可以选择用单色球是轻功 看一下啊 单色 花色 看得起来 好的 单色 这一杆 这一杆 较位就是说有点 没太去追求一个细腻的位置啊 应该是走到球台中央去再接着打 这样会好一点 但是他留了一个远台的二号 轻推 出问题了 上一杆其实他完全可以走得稍微舒服一点 可能是那个四附近有一个球 然后他又怕顺推呢 会K到对方的球 他就打个蹬推 蹬推就走得慢了一些 也许是这样 还有一个是左手 左手不是他常用手 这样子 脚就弄了 打点就一出竿的时候 那个顺势成肘的动作没有做出来 给了刘松一番机会去破坏 哎 但上行破坏完了之后 反而是帮忙了 就像一个自然角了吧 对对 六七之间是吧 好像是哦 至少看样子是可以调整 这样的话等于 很自然 可以张成帮他来一干 而且中代附近 其他划头球与他衔接 就是说形成一些复杂局面没有了 这一打还能用对方的球停球 跳球中单 然后破坏对方的传球 好的 你看这样 张成胜上来的局面就是 一号球是目前他要找个机会去处理的 其他的话 黑八应该 左边底带 应该是有下的 好像可以 六三一传二 再打一 最后打五 就要总感 先找机会把一号球处理掉 然后 用 屏幕下方的两颗球 找机会去走黑八 那个角度 他选择是K 刚才那个角度不适合在 不是他轻推 轻推叫左边中代可能是不行了 还能不能动一下 会不会从一号下面去绕呢 还能不能动一下 还能不能动一下 轻弹出来 从上面 好的 这个走位也是非常好 这样的话留下一号球去叫黑八 叫底带会舒服一些 巴蒂上来 抱球底带 四举张正胜 一分三比一 有机会还是可以的 大型文化旅游警员 全功能国际会展中心 休闲度假圣地 中信国安第一城 第五局 张正开球 开球没球进 现在换到刘松上场击球 刘松也是过来看一下场上这个单次球的分不轻 状况 还有花色球 一个位置 选择第一杆进攻 十一号球 底带 目前从球台上的花灶球分布位置来看 需要找机会先把屏幕下方的三颗花灶球去处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如果是单独啊 底带两边都够下的话 那可以自然的去走位 好的 先去叫位 不过没有避开二号 留下一杆远台 看一下这杆远台啊 改进自然推一库起来就可以交到十四号右边中段 用十四去叫下面的三颗球 这下面三颗球的样子应该对刘松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形式了吧 是它的本行 斯诺克的一些三角位置 嗯 本意可能在想多走一点点 对但在它这个小灯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说毕竟这个斯诺克球 与咱们中八球这个重量上 它还是需要去适应 所以发的力上 可能需要再偏大那么一点点 但是因为又是新球台新台移 所以它还在收着打 这个就有点矛盾了 是的 就需要适应 不过完成青台问题还是不大的 抱球中段 没问题 从双方的 对于刘松胜比分2比3 发挥来看 这应该是会是一场 比较胶着的比分 我觉得会比较胶着 冲球 有球进 白球的一个位置 还算可以 不过就是说 第一个球选择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点 如果要打花色球的话 中带上有点难度 选单侧球的话 7号中带略薄 干法上要控制一下 7号球中带 看看是顺势的轻K一下花色还是怎么样 还可以 开完之后的效果 单侧球目前来说 都是单独的 只需要一一去较位 最后留一颗比较好过度 可以扒的单侧球就可以了 如果先去叫下方的话 应该会留下中带附近的时候 最后去叫黑霸 看一下留从怎么去选择 带口这颗球 其实可以掀的 因为它边上刚好有一个花色球 如果你没叫好位的话 会影响你走位的一个线路 尽量不要留在最后 尽量不要留在最后 也可以 但是就是怕盲中出错 就是说你越那么想 万一出现问题了 大好局面又给对方了 这样的话 中带扣打 用正常的一个中提杆 正常上去 就可以叫到8号球右边的底带了 好的 力度 8号球底带 看一下推球的稳定性 这一杆8号 只要打进就行 不要想弃他 第六局刘松胜 比分3比3 开球青奶 第七局张成开球 对 对的 冲球有球进 不过冲球这个效果来说 不太好 因为3-3-2-2 都有一些 两组原色的球 纠结在一块 然后你首先第一个球 就是要定颜色的这一颗球 中带 不要连击 小心 打比较厚 所以说没打进 这样把机会交给了刘松 选择单色球来进攻 这样的话 边扣的一个2号 还有屏幕上方的一个3号 找机会提前处理掉 8号球是很开放的 现在问题是刘松是一个左手 左手 打3合适 打2要够着打 对不对 我想说的是如果是右手选手 可能可以比如打个7-2 这样子 然后用2叫4-5 不知道7号左边中带有没有下 左边中带有下的话 轻推就可以了 就不用发力去走 下第一个 看样子还是要发力往回走 这个球推一下3叫4号左边中带会不会稳妥一些呢 这个力度就看力度这个上面了 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拿捏这个力度 也就5的位置还不错 但是7有一定程度上被包围着 追求力度啊 所以说这杆还是要打进 不过给张成留下的这个边裤的球 花色球啊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要打进 还要弹顶裤下来 出问题了 刘松可以先打7啊 7这个位置 不是黑8啊 我个人感觉 用中带和7当然都可以 不过一定要先去考虑好清楚 因为叫7尽量叫的要靠屏幕中心线靠左一点 对 而叫中带呢 在目前白球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去打中带掉好 叫黑8 但是根据他自己的习惯上打 如果先处理上半台 那就先打上半台 后打下半台 这样子 就只能先打7了 先打7了 因为7刚才不自由 5呢叫8号又很舒服 我觉得7号低竿回去先处理上面5叫8 可能是更常规一点吧 打包了啊 上个赛季 应该是北京战的时候 我记得小刘床也是有一些选球的顺序 跟习惯打8球的人不太一样 不一样 最后的效果也好 他有他自己的那个 习惯性的一个模式的思维 虽然说从道理上讲 没有习惯 也就是没有特点 就是没有弱点 但是真的很难做到 是这样的 这个安装程要稍微注意一点 如果选择9号球中带的话 尽量的话 走剩下的四胡花这时 要走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习惯性会带一些左赛 能看出来 目前可以进攻的就是11号 底带 不过这杆球打完之后 再去处理其他三个花的球 难度比较大 他也是在犹豫啊 一直在考虑 我这杆是先做一杆防守 还是继续拼 是没有 你是在看 可以把右上方 那个是1号还是9号呢 可以把右上方的 两颗花色球上面那一颗 对对对 这个颜色 不是很好确认 颜色很淡啊 对 古台记的1号球是不是进过了 肯定是花色球 肯定是 如果是那样的话 刚才章程白球一裤 吃到下方的短空 一裤去撞那颗黄色的球 去两个球都防住 是不是也可以呢 打11去往那个地方放 11是不会死掉的 它会出去的 然后白球放到两个花色球 普进尽量做一杆斯诺克 对啊 也可以 那当然这个可能还是很有难度啊 这个看在场上选手的判断 这杆球也是一杆啊 连打带手啊 打不进也是没什么问题 14号应该左边底盖应该是有下的 好的 这个位置应该是比较理想 两颗衔接球下方的那颗花色球 在左边底带也是有下的 没问题啊 小拉一点 对 中带底带都可以选择 两颗 没问题啊 8 8 9 很舒服 7 张者胜 1 分4 3 确实是比较胶着啊 确实啊 这几杆我明显感觉 刘松开球 就那种感觉啊 越来越好 发现那种 他这一盘的发力很充分 不像是斯诺克选手打出来 对 赶开球 我有这感觉 我有怀疑 他最近是不是 有一段时间天天练黑板 有可能吗 毕竟是有一个比赛出现 可能会进行一个 做一个准备啊 一个月半个月 就像是昨天的帕鲁肯一样 帕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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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 是没有 首先啊 来定色 选择一颗单色球 不过这白球 落位 效果是比较差的啊 他有可能会去想叫最下方 这颗三号左边底带 是的 但是没有避开 边库上的花色球 倒形成障碍了 其实从他这根发力上来看 他也有去考虑 就算我碰到你15 那也是刮你的边 然后把你K开 但是没想到 是刚刚好贴住了 选择了 选择了防守 但是这一防 好像效果也很好 把自己两个球 都给防到库边上去了 嗯 其实刚才有六号球可以拼 但是好像对全局来说 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刘松也没有选择 主要是三号 这两个球让我想起来 上几局有一盘球 有一杆的时候 也是这个中带 刘松去借力 嗯 倒给对方没借好 留下两个中带 形成自然角 对对对 这根还是把自己两个球 又搞得不变下去 我说运气也很奇怪 不过张成这一杆防守 我不知道是不是考虑到时间问题 其实我 我觉得这么去防 从结果上看 目前是好的 但是从这个过程上看 如果他这么去防 都挡上了 刘松就会去打那六七盒库边球 嗯 其实这等于是帮助对手 做对手想要做的事情 你防与不防 他都会那么干一下 这根可能就是说习惯性的 一个中霸型的一个防守方式 打库边 轻弹起来 一个是打活 再一个是做一杆斯诺克 你解到了 你也一样会给我上方 抵代14号进攻的机会 比赛事件也过半 这个应该是有推的 稍微 是要求中带 如果再往下一点 他应该会选择屏幕啊 下方就有一个花车球 去打左边抵代 上方就有抵代 有没有顺势的一个自然角度 去K一下边扣上的两颗单色球呢 好的 是有的 就是目标球 没劲啊 应该再薄一点 不留下这个位置 给张成来 需要他去拼一杆放带的 放带小了啊 一会就留给了刘聪 7号别挡上 应该是有下啊 把这7号上去 先把我们屏幕上方 户边的单色球处理掉 看一下这个啊 需要一定的准度 好的 没问题 这样局势很明朗 6号中带打进啊 屏幕左边 这两颗单色球应该抵代都是有下的 嗯 这都可以先打1再推5号中带 还是看个人习惯啊 嗯 看一下怎么选择 如果够直啊 推过去就好了 8号球还是左下角抵代 像刚才这根1号 就是一较5的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斯诺克选手的想法 这我肯定去推一裤 这样我觉得5号的角度能够好控制 但是斯诺克选手习惯 登 常用的一些习惯打法跟干法 报警 林总盛 比分4比4 光光灯零 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比赛继续 第五局 张忠哥就 短暂的五分钟休息啊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 13号球 提代 首先看一下啊 定颜色 没问题啊 选择花色球 屏幕上方的单独一颗花色球 15号需要找个机会 先处理一下 这个没有避过啊 形成了一根厚斯诺 下一杆走位上出现一小麻烦了 而且他为了叫这个位啊 这个坏人还不能当 对 别用一杆扫库啊 想上去先去叫15 这样出问题了 没有打气 对于刘松来说 剩下的这些球啊 问题不是很大啊 如果说有一个难度的话 应该是1号球 还8号球一个衔接 这两个位置 看一下他单一叫位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1号打进的话 8号球左下角和右下角底带应该都是没问题了 所以说这里边啊 看一下他单一叫位 直接就奔着1号来了吧 现在可以打吗 可以打完K7的话停到下方 其实个人感觉没什么意思 我的想法还不是K7 对 出来 3先叫底库的7号球 先把这个库边的这个7号打进 然后找个机会再去打1 量那个位置 难道会去想推黄1中带打完K7 好像不是 还是高杆推出来 这样的话1号底带 只要考虑打进就可以 因为刚好中带两边都有过度的衔接球 稳稳的只需要打进 还是有点危险 一是差点没进 二呢 差点K完自己编过的球之后 把球与对方的花头球粘到一起 还有就是现在不太好打 现在需要组合了 组合来说 看一下这杆啊 不要传的过于偏 尽量传厚一点 然后力度放轻一点 力度放轻 传厚一点 还可以 如果传太薄容易死到库边 打进 弹出一个自然的角度就好了 这种球要角度 不要考虑走太多库 对 所以一小反赛一推就可以了 尽量走的偏直 或者是靠中心线 靠左一点 就这个位置 很舒服 打进向后啊 小拉一点就可以 或者吃边裤弹一点 这种球失误还是说有点可惜啊 毕竟这种球对于说 斯诺克球手来说难度还是很小的 而且只是一个小赛啊 按理来讲应该是很有底的 cel燥 还是是选择了先走两个 去叫上方的15啊 打完15下来啊 用上一下的两颗10号11号去叫黑8啊 扔一颗 这颗球同样可以连打对方 看张成自己了 较10呢是连打对方 最后较11 最后用11较吧 也完全可以 这个位置如果再 可能还是够直 够直小点一下 向后少拉一点 多拉一点 发力吃边控 其实不是个较10的位置 那个位置10和11都较到了 对 包九地带 第九局张整胜 比分5比4 应该是两红两黄还是两白 两红两白 那就是四个球 对对四个的 我印象里应该是在长存 有一次比赛 某个厂家举办的 然后我们那个住宿的宾馆 刚好附近有个小球房 你也知道吉林长存 或者吉林那边就是说 有一些陈族人或者说一些甚至于韩国人去来国内做一些生养 或者说怎么样 就是人比较多嘛 而他们那边是流行这种打法的 所以说在长存有些球房就放了那么几张开轮的球台 我是很想有机会去试试玩 但一直都没有机会 以后去东北 然后仰仗勇哥了 没关系 这个我可以带你去玩玩 没关系 好的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比赛 选择了单色球 3号如果说找机会先处理掉 1号还是说左下往底再够下的 4也像是有下 现在就可以打 打进上来 这个位置略些尴尬 可以打右边的 但是说也可以打1号 看一下 看4号也可以 4叫5 6也可以 其实1叫5 6好像差不太多 就是1是叫5 7了 相当的 这几根啊 其实我感觉流通一直在调整 包括在调整这个走位 还有自己的手感 应该会去吃鞭铺再去药一干6号 力量有点大啊 力度力度 力度太重了 这个6号球如果打的话 需要一个准度了 有过来看一下 是看7号吗 7号还是右下往底带 继继续打进谈一库过来 交流 还是看力度 比上杆好一点 最起码手架上会很舒服 但这个薄厚 本来按理来说 这种薄厚是可以去横 但是这右边现在又有东西 有对 有球 有黑巴 有花刀球 刚好挡住你正常往右去行进 和碰窟边回来的一个线路 所以说 就要 它勉强的去打 如果这球再薄一点 就更难控制了 再薄一点你创黑巴也很薄 你创黑巴很薄 力量大你就下来了 下到屏幕底 最下方的话 你再打4 还要拼超薄 所以说打的时候就很难受 这就是台球吗 差一点差很多 其实刚才如果他真的去想这么打 他可以稍微带一点小踢竿 然后打6打薄一点 黑着黑巴也停到那里 但是他又担心把黑巴黑死了 对 就这么尴尬 因为右边还一个 很究竟 看一下这根K 一下屏幕下方的 不平滑车球 最好能停到带口 或者带进 不错 带进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停到带口 反而是累赘了 反而是累赘了 三颗滑车球 都是有下 黑巴应该在屏幕 我们球台的 左下方底带应该是有下 他有在看 看黑巴够不够单下 是要求地带 想留左边的这一颗叫黑巴 所以是没有去绕而是这么横 这个位置去看 黑巴还是够单下 90% 这个位置不是他想要的 那只能是先打左边这颗 最好留一个白球在球台中间 就是叫一个正角度 但他选择叫一个白球向下 这样一窟走的角度 我是觉得要是能够留在球台中间附近 偏上一点 走个大脚那样可能会舒服一些 这根球尽量控制力度就可以了 不要去强球吃第二库 这个不是吃第二库的位置 因为你吃完第二库像这种效果 有可能就贴空 包球底带 然后就算吃上了白球再往下走的话 可以把脚都变大了 所以我说可能是那样去脚 走左上脚大脚会舒服一些 这一杆就看一下准确度了 是不是会被四号影响 停到带口 人家有下球 四号好像不知道也没有借地 好像是应该是有的 先吃库边再借黑巴地 就这一杆 不太好调啊 看下调的白球的位置 舒不舒服 他本意是不是想打再薄点 走到这边还打同一个带 像 但是打太厚了 而且力度有点偏轻 这个不挡死 很容易勾进 看他这种感觉 应该是要发力借力了 他要弓 强行借力 先借到了 对 先借到了 如果是借到库边再借的话 应该是有线 很有可能还会借到第二线 那都会 可能会有 那张成这一杆就很难受了 你把对方带进的话 如果黑巴死掉还可以 如果传进黑巴不死掉 听到带口的话 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这杆在传的时候 尽量要传得比较薄 但薄又不太好近 传到左边的话 传右边薄一点 传右边薄近 然后黑巴吃边裤 弹到球台中央 在排球吃底裤 再回到球台上方 尽量是这样一个效果 对 他也在瞄 类似于一个十字的 一个跑球 传太厚了 报球期待 第十局六从胜 别分5月5 大家在扫完刚才 二维码之后 回复大师赛三个字 有机会获得 我们的纪念奖品 明显能感觉到 这个刚成在冲球的时候 还是说有点着急 因为上一杆 这个球输 可能他个人感觉比较可惜 希望造成不要被这种 负面的情绪所影响 中带接一下5 看一下刘松去选择 先清理好 下半台 这是K 这个去K一下 好像不知道 有点多余 其实这个5号这个位置 以他准处来说 不是说特别难打 不如轻轻的一碰 打进中带 然后去叫边库去打 这样K完了之后 现在与10号先接上之后 你就已经是没有进球了 完全进球角度 已经是被挡住了 做防守 排球放到2号下方 尽量贴近库边 等于说现在是给了张成上场的机会 但是要去防守的话 应该不会去 10号球中单 连翻带K 有没有这种效果 翻 控制白球 位置不错 应该是 这个位置 有没有办法担仰呢 尽量在先 因为球台上半方是有4个花子球的 找其中 球台散落比较活的 另外两颗花子球的某一颗 就要一个角度去K库边的另外那个12号 会不会现在去打中带或者底带 去把对方的库边的就是代口附近的黑八或者16号去 就是搅乱你的局面 让你也不好打 我刚才我提起这个单仰库边球 我感觉就是好像刚才就是张成现在打的这两三颗 后面上方 我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成功率高的位置去K右边这颗球 而且K完之后还要有接应 对 还要去追求一些位置啊效果 但是我说单仰我只是这么一说 说完之后我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仰 因为仰完之后人家6号有的打 下边有那么多球可以打 这盘球确实也尴尬 是 准度和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这盘有机会去吃左边边控 然后直接顺势第二副去K 看一下 碍事控制稍微小了一点 不过我看有没有机会翻带 12号球中弹 有翻带 黑八这边我一直不知道有没有单下 现在能不能锡库去K到呢 不会K只能是轻翻 只能轻翻 小力轻翻 然后再走另外一颗球 然后再去看黑八 现在黑八我个人感觉是不是有应该是有单下 那个地方单下像是没有 十一库借到应该是有 很明显啊 低错边下来一些左赛 把弹库之后角度改变了一下 这样的话顺利的交到了另外一个单色球 中间五号的角度都不用太精确啊 怎么都能叫下面的球 较舒服一点的一个中带啊 只需要角度别太大 正常用推啊 用低杆来控制 叫上下三的两颗都可以 同样的道理 这个二号也不是特别需要精确的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进球上 对 叫三啊 只需要叫的稍微好打一点就可以 没问题 三打劲啊 自然的用一些葱高干啊 去吃左边的边裤 然后第二裤靠近边裤就可以了 好的 没问题啊 左手正合适 包球地带 我印象中 十一局六松胜 一分六比五 十二局六松快九 继续一干啊 大力从球 锅中带没有下了 效果倒是还不错 虽然没有进 效尤重带 这就是有一杆幸运的一个防守 转进的话 六啊 二啊 三啊 都不好打 干当成需要去考虑一下 边裤三号球 二号球与六号球的先接 如果可以的话 找机会在做二的 在做二号球右下方抵带的时候 尽量做的稍微别太直 然后再打二的时候 去顺势K一下十五 这样的话 往后再打六去处理边裤的三 不过现在啊 一般十五没有机会了 看一下 又换刘松上场来自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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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 先叫三 似乎是有这么个意图 有这个想法 先叫三 然后三打进自然叫二 就是说不要往下推 停到三附近 还有这样一条想法 不过这一杆应该是二号被做住的 只能去先打四号叫中带 这番处理上还略显随手啊 虽然加了很强的一个反赛 但是效果不理想 这种力量偏大 二号球抵烂 应该是不会挡的 强行的去薄 来球位置运气还是不错的 不过你自己有一颗三号球在裤边 而对方只有一颗 在屏幕下方的边裤球 对方可以直接就上手来防你 刘松在看啊 用手来看位置 来球放到什么位置 靠开车线 中线稍微屏幕左边一点就可以了 有进攻 连攻在防的一个想法 好 就是防守 这一干位置放的还是不是特别好 留给张成一个很好跑球的体力 十一啊有下 十一要求抵烂 需要一个稳定的准度 没问题 继续啊 14号 边裤的14号 稳稳推进就可以 自然团情 嗯 没有走位压力的时候 这种程度还是很高的 变故 还是很有保障 这一干十号去叫另外一个黄阿尔球中带啊 尽量不要追求去叫直或者怎么样啊 够打 对 就可以 看一看斯诺克选手叫直干球的风格啊 这要九球选手很有可能吃左上脚 叫右边中带 对不对 这基本上是妥的 哎 还好啊 看来他是听见 报警中带 听见了 习惯型的中低竿啊 带一些左塞 吃两空气 自然叫做黑方 12女 刘宋胜 1分7比5 13女 12女 张成开球 我们还有机会啊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关键时刻 冲球也 他用了一个 下球率偏低的方式 摆在边上冲第一颗 对 现在摆在侧面去冲第二颗裁判有允许吗 允许 你随便冲 可以勾着去冲 吉米怀特的乍听147不就是先勾球队 开进一颗中带 然后继续打的吗 对吧 咱们这也可以 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就是必须打第一颗 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是个误传 好像这个规则从来就没有过 只是大家根据九球的那个印象 就传了这么个东西 有个别场次的一些非国际化的比赛 曾经有单独裁判要求过 我知道这个事情 那现在 就有一段时间不让你炸第二颗 就是不让你炸第二颗 可能是当时的一些 情况 后来又给就是又放关了这个政策 对 八球的规则演变过很多 其中这个怎么算分球就有过好几种 最不让人理解的就是张文秋之后 近的那个人只要用嘴说我要什么 就分了 这是很早期的一些规则了 刘思东也是很谨慎啊 看一下局面不是很明朗 所以说选择防守 这盘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关键啊 一个是马上要获胜啊 准备 诶 没问题啊 可是没有球啊 但是接着打就没有什么 也是做完防守 酷脆干防守其实意义不是非常大 对方可以继续解自己屏幕下方到三号或者一号 碰到了在时空不犯规就可以 由于是贴在了对方的球上啊 所以这个情况下裁判员也可以不来宣告 这球刘松有没有可能会用高价去跟裁判要呢 因为刘松可能可能不是很高啊 手架架高一点 没碰到 效果还是可以 没问题 这根刚才我有在说 商城这根防守其实意义不大 但是他也没办法 因为白球刚好在那里 13号球抵弹 3组合 背回掌面彻底纠结了 双方要逗一会儿防守 一些刘松目前这种情况他应该不会 没有太好机会不会主动去可以变过两个 嗯这个对章程非常不利了 这个时候时间成了一个问题了 对 本来时间是够了 我们是限时赛 而且比同过半的时候好像双方都没有采用快速毛球 那个时候也许双方是打平 对4比4平5比5平 还有落后方啊 还有落后方啊 裁判也没有提醒 12号球抵弹 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5分钟 还有5分钟 张成要主动了 必须要拼了 有进攻的一种打法在里面 就是说主动的去解开局面 不能跟对方去纠结了 因为这5分钟对于刘松来说是很好消耗的 只需要推一下推一下 把球放远一点给你难受不让你好好打就可以了 张成就需要打开局面 必须要主动了 而且下一局就算是张成赢了下局好像是刘松开局对吧 是的 这个问题就大了 是没有 5 这一杆 刘松可能也是听到了裁判的提醒 5分钟他也觉得是 这个有扫顾的话最好限制 对方也没什么机会了 所以说主动的解开了这个局面 给你打 12号球抵弹 请推 1号球抵弹 两号球抵弹 講述 把我碰边扣舞 白球做到三二后面 或者是立高杆尾一个小的定杆 蹬一点点 十号球抵戴 放归 这样给了流通自由球 目前以单色球分布情况来看 清台应该问题不大 刚才刘松防守那一杆的时候 特意没有像勇哥说的 防得特别严 第一号球打出去 用一号球也作为障碍之一 对 这个应该就是有一些要熟悉球台啊 轻轻用的低错 剩下三个球两个底带一个中带黑八 应该就可以了 应该没问题了 这样的话 恭喜刘松啊 首帧高级 午休过后 我们将在下午一点半继续 本场比赛结束 这一场 继续 恭喜 行进国安第一场乔势杯 重视罢修国际大师赛 分战赛 请说一二千字 待会再见 小心